南投縣新住民近9000人 生命縣協會新住民服務受到肯定 23號特別在中興會堂舉辦園優會 議員張維華代表中華社會福利基金會 與台灣訓練通行公司捐贈福康巴士給縣府 由縣長林明珍代表接受 林縣長支持表示 新住民來自於不同國家應該多關心新住民的問題 也感謝生命縣的努力 用心照顧新住民並捐贈福康巴士給縣府 新住民在我們南投縣已經增加到8518位 可以佔將近50分之一的人口市 所以對我們新住民 我們政府還有我們各界還有我們老百姓 我們都要像自己同胞一樣的來關懷他照顧他 好像自己的姐妹兄弟一樣來關懷他 那麼我時常在基層 群走基層看到一些新住民的家庭環境 都讓我感覺到他們的此境實在是非常的同情 那麼有時候遇到他們需要幫忙的話 馬上來協助他 用我縣長的衛助金來幫助他 我們中華福利基金會 特地在今天監了一部富康巴士 來給我們縣政委提供給這些弱勢團體來使用 我們對中華福利基金會有這麼多愛心的精神 我們縣長請代表我們南投縣的憲民 向中華社會福利基金會感謝 非常高興的一天 議員張維華表示 尊重新住民生活權益 跨國婚姻除了語言、文化、生活背景不同之外 子女教養、就業、生活適應等等問題 縣府透過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服務管道 感謝我們縣長委託我們生命線 來辦這一次新住民的家暴及關懷 重視權益的園遊會 新住民不管是來自哪一個鄉鎮 我們都要重視 不管任何人我們都要重視 絕對是要尊重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在這土地上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權益 那我希望我們藉由這次的園遊會 帶給大家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也就是說人都是需要尊重的 縣長這一次來到我們這個園遊會 他非常關心、非常重視 所以他親自今天來到現場 來為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園遊會來做加持 新住民駕到台灣 幸福的人要祝福 遇到問題更要協助 因此園遊會免費給新住民朋友社攤 賣一國料理 並彼此互相交流